打着门 球见了 球见了 罗纳尔多金球了 罗纳尔多打进了特别年欧洲杯的第一个金球啊 2008年的C罗到底有多强 单赛季42球 金球奖 世界足球先生 问鼎英格兰和欧洲之巅 名副其实的天下敌人 可偏偏这么一个王 却在那一年的欧洲杯上只打进了唯一一例金球 2008年欧洲杯C罗 西芒 塔瓦略 阿尔梅达 德科 葡萄牙队新光翼翼 叛将云捷 彼时的C罗已经成为了葡萄牙的新领袖 在C罗的率领下 葡萄牙是要一步登顶 战胜了欧洲之巅 小组赛首战 葡萄牙就迎来了一支禁军 清月军团土耳其 面对技术出众的土耳其 日后名震天下的大恶人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金球 踏上了崛起之路 上天五十阶段 C罗充分地发挥了领袖的角色 硬生生撕碎了对手的防线 侧动了锁定胜局的第二例金球 葡萄牙队两球击碎土耳其 首战拿下开门红 防者之戏 尽显无疑 小组赛第二战 葡萄牙队迎来了更为强大的对手 东欧铁骑捷克队 面对门神切贺针手的球门 C罗犹如战神将士 开场没多久 就在门前制造混乱 给超级德科创造了完美的机会 葡萄牙队率先取得了梦幻开局 下半场一边在战 又是C罗在门前爆射 再次击穿了门神切贺的食指观 而这还不算完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 这就成了C罗在这一届欧洲杯上仅有的高光时刻 横扫土耳其 击碎捷克 葡萄牙队两战全胜 提前锁定小组出现 小组赛最后一战 胜负已经无关结果 为了保存实力 葡萄牙派上了大量的替补 送给东道主瑞士一场荣誉之战 三场战霸 葡萄牙队投名出现 一举杀进了欧洲杯八强 而接下来的八强战上 他们将迎来真正恐怖的对手 日尔曼战车 德国队